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闻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就没能够发表联合宣言 公特社就报道,是因为在南海问题上各方都存在分歧 报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围绕中国建造人工岛等问题 日媒等主张在宣言中加入航行自由原则 中国等则反对,导致宣言文本草案的调整是陷入僵局 中方对未能发表联合宣言是感到遗憾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的表示 个别域外国家不顾及有的共识 企图强行在联合宣言中塞入不属于今次会议讨论的内容 完全是背离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宗旨原则 损害东盟在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主导作用 再来看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就入令广控告亚视和亚视前执行董事 盛平如诽谤,双方未能和解 案件于高等法院正式的开审 由于王维基不再告,案件就押后至周五续审 盛平如在三年前就指控香港电视主席 实时任城市电讯主席的王维基 于08年担任亚视行政总裁12日期间偷取亚视的机闭文件 他指城市电讯在一年后申请免费电视牌照 与亚视恶性竞争 质疑王维基的专业操守是否有问题 王维基就否认指控,入领控告亚视和盛平如诽谤 原告一方就传召了四名证人 但没有代表律师的盛平如,均没有盘问他们 原告指另外一名证人王维基现实不在香港 案件就押后至周五在审讯 亚视一方就缺席了聆讯 早前有立法会的议员就提倡 增加非业界人士加入医委会 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就表示 会和有关的议员来进行沟通 让议员就知道 医委会明年将会在这方面提出建议 而被问到接获病人投诉之后 医委会要等很长的时间才会展开聆讯 高永文就响应表示 已和医委会进行商讨 改善效率和增加业外人士当评审员 医委会已经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政府仍在考虑 高永文又重生 希望透过多种的途径来增加医护人手 包括增加大学培训的学额 改革海外医生执照式的形式以及次数 以及医管局聘用退休医生等等 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就表示 根据气候的变化报告 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风暴潮期间 本港的海平面在本世纪末 可能会上升3.5米 如果遇上更强风暴潮 最严重可能会上升4.4米 或令本港面对严重的水劲 余远平就在天文台的数据中指出 以2008年的台风黑格比在维多利亚港 造成极端水位上升3.53米为例 此情况将会有50年一遇 到本世纪中缩短至每5年一遇 至本世纪末甚至每年都会出现 他就建议政府留意本港排红和取务工作 因研究部分地区的单程通道 遇到山泥倾泻以及水浸时的解决方案 祖总日前就宣布世界杯的外围赛 香港对中国的所有主场门票 已于中午授庆 旺角厂早上开售长者以及学生的优惠票 有轮后人士未能买到球票 就一度的进行了鼓噪 有长者推开球场大闸 被警员阻止 其后又与大会的工作人员进行理论 长者就表示 清晨午时已经是在进行轮后 认为大会对长者不公道 至于排头位 昨日下午就已到场沦位的大学生 成功地就购得了两张门票 表示兴奋 而网上售票方面 购票的通道网站一直是显示系统繁忙 有球迷就表示十分无奈 关注完了要文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港股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今天收盘涨485点 暴在23,053点 国企指数涨277点 暴在10,560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市几乎全线上涨 涨幅榜方面 华人质地涨5.1% 零涨蓝筹 中海油涨5.1% 中国神华涨4.9% 港交所涨4.5% 再来看跌幅榜方面 蓝筹股只有两支蓝筹下跌 分别是银河娱乐跌1.8% 国泰航空跌0.4%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日前表示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于30年 经济高速发展 目前内地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是推动环球经济动力之一 他在本港的一个论坛上就提到 虽然内地经济发展成熟 但面对环球经济的不明朗 中国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 相信中央会继续的推动结构转型 以及深化改革 他又表示中国推动资本市场是重中之重 香港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也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调控风险的试验场 随着本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 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 勿求利人民币成为投资 以及储蓄的首选货币 曾俊华又指出 虽然本港人民币存款近月减少 但长远对香港离岸人民币的业务发展影响不大 他相信香港拥有丰富的人民币产品 由潜力成为亚洲的主要财资中心 他又认为香港可以把握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 凭着自身的融资优势 寻求成为一带一路 沿途新兴市场大型基建工程项目的融资中心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校汪涛就指出 内地工业生产同投资都受到经济放缓的拖累 估计中国明年生产者物价指数会继续在负增长的水平 汪涛认为 内地房地产投资比想象中少得多 新开项目在去年和今年都有所下降 相信明年房地产投资仍然会面临下行压力 钢筋水泥以及运输等行业需求会受到拖累 估计房地产反弹可能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 他指出 内地房地产销售数据今年是有所改善 一二线城市的楼价也有上升 相信销售下行的状况已经见底 但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仍然是处于高水平 发展商对投资房地产仍然审慎 汪涛就预料内地房地产的新开工项目在10月有较大的负面调整 相信需要两至三个季度才会有所好转 预计新开工的项目数字会由现实的负增长改善至零增长 康师傅日前公布公司的全资附属 康师傅方便食品投资中国 于2012年与8月与日本卡勒比诸市会设 尹藤中商市诸市会设三方共同设立的卡勒杭州食品 旨在中国内地从事休闲食品的生产以及销售业务 虽然卡勒与公司皆看好中国的零售市场 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对于合资公司卡勒杭州今后的发展战略 以及运营方针却逐渐的产生不同的见解 经双方的友好协商决定由公司承接现有业务继续经营 而日本的卡勒将会另寻发展策略 并由公司全资附属康师傅方便食品收购 由日本卡勒以及英藤中商市诸市协会 持有的卡勒杭州所有的股权来终止合作的关系 公司依然看好中国休闲食品行业 未来的良好发展态势 与本次股权收购完成之后 将会迅速的进行组织调整 减中再次出发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 今年要推出护港通 不过港交所就表示洽谈未达成结论 另外有内地的茅桃也是引起指出表示 周小川的言论是出自5月底 港交所就表示 留意到有关报道 强调有关建立深港通的建议 仍然是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 有关洽谈并未与相关的机构达成结论 港交所于适当时间会另行的刊发通告 向市场提供最新的资料 有分析就认为 短期内推出深港通会促进资金的流动 护港通推出了一周年的时间 原以为推迟的深港通再次会惹来将会开通的憧憬 人民银行周二就转载了周小川一篇有关金融改革发展的文章 指出在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之下 循序渐进的来拓展金融行业 当中就提到了去年股票市场推出了护港通 而人民银行在这方面的参与是做出了大量工作 今年还要推出深港通 经过证实这篇文章是自5月底的言论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 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 今晚大致多云 好了感谢您收看本一期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